好来看到林务局接获民众的通报 在花莲的寿风乡附近出现了埃及圣旋 由于这是花莲第一次出现群体 那么领馆处就担心族群扩大会影响到生态 目前正请专业的猎人移除 在寿风乡的水产养殖砖区 在怀克桥附近16号被民众发现有三只白色的大鸟 原本以为是白露丝 后来仔细一看 确定是繁殖力超强的埃及圣环 因为担心他们在此定居 所以赶紧通知领馆处 那只有去年在7月的时候 大概有单只飞过那个花莲 那经过我们搜寻 确实没有看到他在花莲驻足 那这次是因为8月16号有民众通报 在大概怀克桥附近 就是那边有发现 有三只那个埃及圣旋族群 那也因为花莲之前都没有这种埃及圣旋族群的存在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 埃及圣环原产非洲以及中东 40年前引进国内私人动物园展示 之后因为逃逸 没有什么天敌的他 就开始大量在野外大量繁殖 西部沿海失地都有他的踪击 花莲是第一次发现群体 领馆处已经请同门部落的泰鲁阁族猎人来移除 埃及圣旋其实他在欧洲算是百大入侵种 他是一种生长在埃及的鸟类 那因为台湾在40年前引入不胜溢出 所以在西海岸沿岸很多 那他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是大型的那个陆科动物 所以他以后如果族群增加之后 他会占据本土陆科动物的一个生存习性 那另外在外国研究他大群聚之后 他会占据很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也会对当地的这些相关陆科 产生攻击的一个行为 埃及圣旋虽然是公告需移除鸟种 但一般民众未经通报 还是不可以私下杀害 加上埃及圣旋警戒新高 如果受到惊吓 就会躲藏增加移除的困难度 所以也请民众看见 还是要通报领馆处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